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3月31号,星期四 那今天一上来就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这是福克斯新闻刚刚报道的 它的这个标题是拜登政府背书了 青少年变性手术,上部手术 还有荷尔蒙治疗方法等等 那它这个内容呢就是 今天拜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 文件的名字叫做 性别确认保健和青少年 它是由人口事务健康和人类服务部门 发布的一个文件 那在同一天的时候 实质性虐待和精神健康服务政府下的 全美儿童创伤压力网络 也同步发了另外一个文章 标题是性别确认保健 是属于创伤知情保健 就是你必须去通知它的一个创伤性的治疗 这个实质性虐待和精神健康服务部 它是属于国土局向下的 那国土局的话 你比如说非法移民进来 你有遭到虐待的话 你的投诉都是到这个部门 那总之 国土局向下的这个部门也同日刊发了 另外一个重磅的文件 拜登政府的两个重要部门同时确认了 他们对青少年变性手术的一个认可和背书 那国土安全局的话 你放着非法移民不管 昨天关于国土安全局还有一件事 昨天拜登政府就宣布说 他们要废除川普总统临时颁布的这个第42条 这个第42条就是指非法移民进来的时候 国土局可以在抓住他们几个中头之内就把他们遣返 不需要等待漫长的这个法庭程序 因为通常以前就是你抓了放 你抓了之后 他在等待法庭的这个通知的时候 他等待上庭的时候 他早就溜到不知道哪个州去了 对吧 现在你抓到了非法移民 你在几个中头之内就可以用新冠这个理由 直接把他遣返回墨西哥或者其他的国家 那这样遣返的人已经有一百多万了 所以很多边境移民的官员 还有包括爱死的人 那当然还有包括边境的这个居民 就非常的反对拜登取消这个42条 那42条一直在川普公布的两年以来 备受为非法移民争取权利的这些组织的一个投诉 终于拜登政府在还没有全面的放开 国内的这个新冠措施之后 他们就已经宣布在5月23号 彻底的废除川普总统的这个42条 那很多相关的这个国土安全局的人员 执法人员表示 这很可能会引起两倍甚至三倍的非法移民的进入 会导致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话说回头我们今天的这个重要新闻 那今天国土安全局描述的这个文件 就描述说 要为青少年跨系别人是进行合适的手术 那这些所谓必要的手术就包括上部手术 这个上部手术就是指制造男性的这个凶行 还有包括加大女性的这个乳房 就是如果男性变性成女性的话 那就做乳房 然后那下部手术 下部手术就包括性器官的这个手术 然后还包括生殖器官的手术 所以他除了改变你比方说男性器官以外 他还要对你生殖器官进行改造 也就是说假设你是一个生物上女性的变性人的话 你希望变为男性的话 他可能还会对你的内部器官 生殖器官 卵巢 子宫等等做一系列的手术 这都被认为是合适的手术 然后那当然还有面部的这个女性化手术 还有其他相关的手术 还有其他的进程 这都被他们描述为是合适青少年跨性别人士的一个手术 他们也解释说对跨性别人士的这个医疗和精神健康保健实践 证实结果会带来更少的精神疾病 为这些年轻人建造自尊 并且提高这些年轻人整体的生活数字 这是他们找的理由 然后他们还说对跨性别或者是非二元性别的儿童或者青少年来讲 早期性别确认对他们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 他在导航健康保健体系的同时 也允许青少年更多的关注到社会转变上 并且可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那同时这个文件也强调除了必要的手术以外 那他们也应该适用这个青春阻断剂 比方说性荷尔蒙治疗等等 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关于拜登政府极左政策的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消息 这个是今天刚刚发的一个消息 在两年前的一个辩论中 他公然的支持了八岁的跨性别的孩子 并且说他会允许十岁的孩子做变性手术 当时左派的人包括温和派的中间人都说 你们都是在造谣 他其实原话不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看来拜登政府居然公然背书了对青少年和儿童的跨性别的手术和治疗 这个是相当可怕的一个行为 那很多评论人士就说实际上他针对的就是德克萨斯前不久提出来的一个 是给青少年跨性别人士做手术为虐待的一个法案 所以他把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保守派的法案和左派的对立拉到了一个全国的层面 我觉得这个应该引起全国所有家长的愤怒 昨天佛罗里达的州长签了一份法令 禁止该州K3就是三年级以下 包括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 禁止他们在学校讨论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 这个就被左派称为说Don't say gay 不要说同性恋的一个法案就遭到了左派强烈的攻击 那我看到包括迪士尼在内的儿童娱乐的这个先驱吧 我们可以说或者是领军者 那迪士尼公然的谴责了佛州的这个行为 那迪士尼你是一个加州的公司 他当然可能仗着他在佛罗里达也有一个迪士尼内员 公然的谴责了佛罗里达的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是由立法者们投票通过 并且州长签署的 这就代表了佛罗里达人民的大部分人民的意志 左派群起而公之 就污蔑他说是一个不说同性恋 意思说那我同性恋的家族LGBTQ就受到了歧视或者什么的 州的立法者也说得很清楚 他说你们说这个不说同性恋法案 这本身就是一个扭曲的一个说法 他说我们禁止三年级以下的孩子 在学校讨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是因为我们不想对他们进行性灌输对吧 但是并没有取缔学校或者禁止学校讲解同性恋的历史 或者是也没有禁止说你的父母可以跟你讨论LGBTQ的问题 如果你的父母是LGBTQ家庭 或者你的父母认为我应该像你像一个K3以下 可能八九岁以下的孩子讨论任何人的性取向或者什么的话 那是你家庭自己教育的问题 但是我在学校我是有一个指导原则的 所以这就是跟什么不说同性恋完全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那现在左派指责他不说同性恋的法案 意思就是说他们提都不能提 这完全都是一个误导 很多人听说了去反对他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而且在弗鲁里达的话 K6的学生才开始上这个性教育课 就是你在上性教育课之前 你就给他灌输性别认同或者是性别取向的这个议题 不是显得特别的可笑吗 他连自己的身体构造都不知道 他连什么荷尔蒙性器官性行为 所有这些相关的知识他都不知道 他却要被教导去识别我是男性还是女性 或者我既不是男性还是女性 还是我是跨性别人 这不是特别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很多保守派的人士就说我们要去抵制迪士尼 那我看到最近两个流传特别广的视频 有一个就是迪士尼的一个高管 一个白人的女性 他说很多人就说 那我们迪士尼的这个跨性别人是所谓的酷儿 酷儿就是不是正常的性取向的这些人 那他说酷儿的这个角色有增加 但是我们的主角其实还不超过十个 他说不可能 然后他说我仔细想一下真的是这样 他说那我们要增加更多的酷儿 作为迪士尼主角的人数 他说可能我们的时间还没到 那一天终会到来 说我们的时代只会向前进 不会向后退 然后他自己也表明身份 说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跨性别人士 一个是pansexual 就是犯爱者 犯爱者意思就是说可以爱任何一个性别的人 不管你是男性女性 同性恋性恋还是跨性别还是变性还是怎么样 总之这是他的一个很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个说法 他是迪士尼的高管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黑人的女性 那他也是迪士尼的一个员工 他说我之前在一个小的studio工作 小的这个工作室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制片这种东西 不管是迪士尼还是大的电影公司 他们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外包的 比方说小的制作的东西或者是动画或者是造型 或者任何一个东西 他很多都是外包的 找专业的公司 他说我以前在一个小的studio上班 然后我总听了耳语 有人就敲眉声跟我说 迪士尼不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那个 他可能也是想做很多的同性恋 或者是跨性别的一些事情 他说那所以他就不敢做 他说等我到了迪士尼 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他说你随便做 他说至今为止我做的这些 不管是两个男的亲嘴还是两个女的亲嘴 还是任何一个事情 他说我没有遭到任何的一个阻挡 他说的特别得意 所以迪士尼内部的高管也说 他说我们现在都不叫什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们直接的就说dreamers 就是梦想者们 就是他们在迪士尼乐园已经不叫你 女士们先生们 或者女孩子们男孩子们 他们直接就说造梦者们 然后dreamers也是这个非法移民的 孩子们的这个代称 那不管怎么说 左派和右派的厮杀已经到了各个层面 从每一个州 不管你是弗里达还是德克萨斯 每一个州只要颁布一个新的法令的话 就会有左派跳出来 把它上升到全国性层面的一个厮杀 那这个厮杀可能最终会引致输送案到高院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那当然高院的形势现在不是特别乐观 现在杰克逊可能很快被确认 因为这个共和党的苏山克林斯已经说 他要投票给杰克逊了 我觉得他的投票很可能会在四月初的样子会通过 那如果是真的这些案子到了高院的话 虽然目前的这个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 还是6比3的一个比例 但是加上摇摆票 加上有一些不坚决的票 虽然我觉得左派胜诉的机会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对高院的这个判决还是会有一些引诱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 加油 好